他一生只研究一種東西 就是辣椒 他種出來的辣椒 比摧爛還恐怖 世界榜上有名的幾種辣椒都出自他的手 他對辣椒的痴迷程度 已經讓他打破了金字世界紀錄 但這樣的榮譽並沒有讓他止步 反而讓他走火入魔 我們今天就來帶大家認識一下 辣椒狂人 Ed Curry 嗨大家好我是Rex 陪你下來的香料大好 歡迎收看我們全新系列 香料很多路 你的寒多路 這個姿勢蠻酸的 並沒有 這個系列顧名思義就是會收入 很多很多香料相關的酷東西 上一集我們講到最辣辣椒 比如說提到一個辣椒狂人 Ed Curry 這一集我們就帶大家深入來認識一下 這個愛辣椒愛到沉默的 瘋狂天才 Ed Curry 影片開始之前呢小提醒一下 如果你對香料相關的話題有興趣 請幫我按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最新的影片喔 每週二晚上7點準時上片 Ed Curry 他的稱號有很多 他通常前面都會灌上一個MAD 就是瘋狂 What a lovely day MAD Genius MAD Scientist 瘋狂天才 瘋狂科學家 也有人叫他Smoking Ed 光聽這個名字冒煙的艾德 就知道他的辣椒有多出名 Ed Curry其實不是南卡羅來納州的人 他出生在美國的密西根州 在2001年的時候才搬到南卡羅來納 一開始也不是種辣椒 他對種植的興趣是來自他媽媽 他媽媽最早教他的是 鴛尾花跟百合花 不過他從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 就培養他對植物雜椒的興趣 他雜椒的方式還蠻酷的 他就是拿一支畫筆 就是你畫畫的那種畫筆 把這個植物收集他的花粉 然後丟到另外一個植物上面去 就這麼簡單 那你就覺得奇怪了 花怎麼種著種著變成去種辣椒呢 甚至在2003年的時候還開了自己的辣椒公司 去種了一個世界上最大的辣椒 去破了金字世界紀錄 是不是很納悶 我告訴你 他會對辣椒產生興趣 可不是純粹因為好玩而已 他是源自於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就是他不想死 你一定覺得很納悶 他種出來辣椒 明明就讓很多人生不如死 趕快把我殺了吧 我不想再受苦了 他在公司網站裡面就有寫到了 他會對辣椒產生強烈的興趣是因為 他的家人曾經因為心臟病和癌症早逝 所以他就開始調查了個人生活習慣跟 疾病可能的觀念性 他發現世界各地很多的土著吃飯都會配辣椒 而這些疾病在那些地方發病率很低 所以他就開始嘗試著要把這個辣椒變成美味又健康的主食 你沒有聽錯 美味又健康的主食 你會是不是覺得很溫好 我也覺得很溫好 催淚蛋健康嗎 死神辣椒美味嗎 但其實不是 這些很辣很辣或是世界上最辣的辣椒 都只是他成名的幾個品種而已 直到現在他已經培育了500多種的辣椒品種 而且死神辣椒 如果你撐得過前面的辣的話 他其實是有果香肉桂香 而且帶點巧克力甜味的 前提是你要撐得過那個辣度 其實Acure一開始並沒有打算挑戰最辣的辣椒 他就是單純的喜歡辣椒這種植物 他在某次訪談裡面就有講到 他每天早上三點半小時起床為了什麼 為了去辣椒園玩他的辣椒 他自己就有講了 他在種植辣椒最快樂的兩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他坐在辣椒園裡面 試吃自己的辣椒 被自己辣椒辣到不行 不行啊 我得去看大夫 另外一件就是看別人吃他辣椒 然後別人讓他不行 簡單來講他就是 SM雙屬性都是滿的 老虎不怕威 你... 你講什麼嗎 我還要 比起瘋狂科學家這個稱號 變態科學家可能更貼切一點 我們上一集不是有提到 Ed Curry自己有舉辦了一個世界吃辣錦標賽 參賽的所有辣椒 他自己本身都試過 所以他如果來參賽的話 也說不定也有奪冠的機會 而他最出名的就是他種植出來的卡羅萊納死神辣椒 他在2017年的時候 打破金色世界紀錄 榮獲世界上最辣的辣椒的稱號 他有說 當下在那個植物園裡面試吃的時候 就被辣到無形 好辣喔 但是 比起痛苦 他感受到更多的是興奮跟快樂 一方面是因為 他種出了一個超辣的辣椒 而感到興奮 快樂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腦內飛 他自己就有說 吃辣雖然很痛苦 但只要克服了後面得到的可是莫大的快樂 就跟吸毒一樣 那個是會上癮的 從我們上述的種種介紹 就不難發現 為什麼很多很多的報導都稱他 瘋狂的科學家 或是瘋狂的天才 Map Genius 對了 還記得我們上一集提到X辣椒嗎 號稱有318萬的辣度 遠高於現階段的卡羅來納死神辣椒 但那個辣椒其實也是Ed Curry種的 X辣椒其實他只是一個代稱 要經過一系列的測試之後才會證明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下一個世界紀錄可能要來臨 如果你想要挑戰Ed Curry種出來辣椒 到底有多辣 你可以上他的網站去購買 但是 在這之前我要提醒你一下 吃辣真的要量力而為 如果我們吃了身體 沒辦法承受了辣度的話 可能會引發嘔吐 難以呼吸 甚至有胃部痙攣 有人形容那種痛 是比生小孩要痛 所以請大家 一定要量力而為 你可以嘗試一下 我們的雞性辣椒粉 OK 我們在網上慢慢慢慢增加 慢慢慢慢增加 不要一開始就去打BOSS 我會怕怕 我怕你出事 為了讓你們方便挑戰這個辣椒 我們下一集預計 我們就來做一個全辣度量表 讓你從零開始挑戰 零啊五百 然後挑戰到幾萬幾萬幾萬 到世界上最大的辣椒 一起來通關 好啦 那我們新系列一樣承襲 我們一貫的傳統 我們抽墨西哥香辣粉三包 墨西哥香辣粉 它的辣度比雞性辣椒粉還要低一些 而且它帶有一點自然的香氣 很特別 好不好 只要你有訂閱有留言 就可以參加抽獎 留什麼隨便你 你對辣椒有什麼樣的想法 看法問題建議 或是你對我們這個新系列 你還沒有想聽點別的東西 都歡迎下方留言給我 其他問題 問題前方加上 Hashtag Eric 我們就做成影片回答你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按下喜歡 也別忘了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個影片見 所以他就開始調查 個人生活習慣跟 他就發現了 在那個土著啊 吃飯都會配辣椒 在那個土著 不是